大家好,我是佩晨 今天玩了这两关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现在已经稍微就是会关注到 自己可以帮助自己快速达成财富自由的一个投资的方针 并且可以很比较容易判断出能够投资获利的一些物件 那快速达到自己本身财富自由 然后可以达到自己的就是晋升到自己的快车道 那透过玩这个游戏我觉得说就是 就是反正就是已经学习到就是说 懂得判断这个物件的一个好可以投资 还是说不能投资 然后它的获利率大概多高 然后就是去投资它 那如果不行的话 就是要去关注到就是说 自己身上手上的资源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再去寻求怎么样的一个帮助 那去进而投资到真正可以让自己快速达到自己要的目的 那第二关我就已经有跳出来了 那再也就是去着玩第三关的时候是第一次玩 那发现这一次就是有很多初心的状况 就是每次走都忘记领钱 那有可能就回归到现实生活中就是有很多钱进来 其实自己都不会去查 就想说啊他已经进来了 那没有很刻意去查 然后就有可能就是这样就是把自己的权益啊或是自己的那个应该就是自己的现金都没有很专心去去关注自己的财务 然后如果以这样现实人生来讲就会觉得说啊会损失很大 但因为如果你因为这一点钱 然后你没有去 有可能就是说啊你可以翻身的机会就就就就这样没了 所以这个也是蛮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不管任何在小细节上面或者是怎么样上面都必须要去仔细的去去去关注了解 而不是说啊随便就这样子 对那今天说话非常多 那跟各位大家分享 谢谢